我剛剛也特別提到 在今天台股當中 貢獻了非常多漲點 其實最大工程 大家看的 有名哥還是看台積電 台積電在今天盤中 914元最高 它的市值已經23.64兆 創新高了 接下來真的是 1000塊錢就是指日可待 1000塊因為 這是所有人 眾望所歸全村的希望 所以他現在高光時刻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你都已經來到了900多了 我相信不管是之前 認錯的外資也 對 包含我們分析界也好 外資都看多了 對 就是現在的整個AI的一個訂單 就一直不斷的在追加 不過我要跟各位來講 最近的一個台積電牆 主要有兩個原因 因為輝達的晶片 可以讓它保底八字頭 但是Apple的晶片 可以讓它遙望1000 所以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在這一兩天的時候 台積電突然又開始吃了 吃了大力丸一樣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各位知不知道棒球 有一個數以叫延遲倒壘 就是投手投出去的時候 其實壘上的人是不會跑 但是等到捕手接到的時候 不注意的時候 他開始偷跑 然後最後成功 其實昨天的蘋果 就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開發者大會的時候 大家聽完Google再講完 以後覺得沒什麼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你的AI晶片的話 是要S7 Pro 或者是M系列的時候 你才要用 然後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包含你的Siri 感覺起來就是一個高級的助理 所以包含像所謂三星的AI 或者是你看Google的Gemini 他就是在笑 嘲笑這個蘋果 他說你們這個東西 看起來沒有什麼心意 這是我們一年前就在做的視頻 這股價還跌 對 所以那天的話是跌了1.98 他說而且還呼籲所有的果粉 就歡迎你們來到了AI 這感覺起來非常非常的一個酸 已經可以釀醋了 原則上本來應該是這樣 但是他沒想到 蘋果的廣大果民 基本上非常 隔了一個晚上之後 有非常強大的療癒功能 所以他們自己在 蘋果的這個世界裡面 他們就開始自我去 腦補了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的這個晶片 雖然看起來好像沒有全部的適用 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 因為我們是跟OpenAI合作 OpenAI從2018年開始 就累積了大量的數據庫 所以這一塊是別人沒有的 第二個 我們蘋果有非常強大的生態 我們有這麼多這麼多的一個用戶 現在我如果用Apple 所謂Silicon這樣的一個伺服器 我這個部分是保密 別人拿不到 所以這些數據 就只有我可以用到 我龐大的果民可以用到的話 大家會認為說 這個不是就造成競爭者障礙 所以現在有2.7億支的iPhone 還沒有 四年都沒有換 大家認為說 大概有15%的可能性 會換到iPhone16 而且是換高階的 你這樣子蘋果不是 就等於你的SP在增加 就是你的是個相對的SP在增加 平均它的單價是在往上提高的 分析界就開始把蘋果往上調 調到230 所以造成昨天的一個蘋果 漲了多少 漲了7點多% 所以市值一下子 來到了所謂的多少 來到了所謂的 這個多了2000多億 那又變成把輝達給幹掉 好 那因為這樣子 那跟台積電有什麼關係 因為不管你今天 市值第二也好 市值第三也好 都是台積電的客戶 它的EPS如果按照外資界來估的話 大概今年 明年 後年 分別落在39塊 48塊跟55塊 那也就是說外資最新的目標價 像巴克蘭喊到了1096 美銀的話就喊到了1040 花旗環球喊到了1030 如果我們以今天的一個收盤價 大概909元來算的話 大概你平均多了100塊的話 就等於對指數貢獻了 大概800點 所以現在2200點的話 各位在一直不斷的往上加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像昨天 昨天的台積電 在尾盤的時候 就是用6000張偷襲 砍了5塊錢下來 那今天其實也是用6000多張 砍了3塊錢下來 但是台積電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從3月份 一路開始的時候 它都有很多的缺口 但是缺口其實都會 不見得會封閉 但是都會去補 所以也就是意味的是什麼 你只要有下跌的時候 大家會害怕 就是有缺口 可是它上去就會補 那如果你有跳空的時候 你想說台積電會不會飛走了 賣錯了 但是沒關係 它還有下來給你點到一下 讓你還有低一點點的價錢 可以買 所以它整個過程中 就是一個人的武林跟獨孤求白 因為我們算過 就今天的台積電 大概貢獻了210點 所以剛剛志穎在講 其他的股票大概50點 這50點裡面 你還要分給鴻海 你還要分給聯發科 所以換言之的話 只有一些不佔權重 比如說機器人概念股 今天以前的一些小標股 今天反而特別這樣 所以大家就覺得 台股今天漲了200多點 怎麼手上的股票沒什麼漲 對 但是說今天漲的 可能都不是我們大家 當然我覺得 如果有很多純股主要來講 純台積電當然是很開心 不過今天 反正這個世界 就現在就已經變成這樣 就非常窄化 美股也窄化 台股也窄積 大家可能已經習慣了 好幾個月的事情 所以未來會不會再繼續持續 如果說6月份 震盪的走勢還是往上走的話 看起來好像只有到9月 才需要擔心 好 不過再請教友明哥 我們說到台積電 他的後世 大家也會關注 他在海外設廠的一個進度 在先前美國出現延宕 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德國嗎 因為我們知道德國 就向來是非常缺工 現在當地人已經說了 你給兩倍的薪水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台積電可能接受嗎 以前我們在 我舉一個這樣的例子 給各位做參考 以前我們在做生技股的時候 我們就說化學的東西 對身體有害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植物用藥 結果發現就是說 中國大陸有很多的植物用藥 其實是不錯 可是拿來台灣 居然不能治癒 為什麼 因為地後的 氣候的一個問題 造成的一個差異性 同樣的一個道理 以台積電的狀況來講 你在台灣做得很好 但是你到日本的時候 就碰到了一些問題 但日本還算勤勉 畢竟是亞洲人 可是如果說是以在德國 跟在美國來講 就會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ESMC 為什麼前面有一個1 就是歐洲 就是台積電在歐洲 你看台積電在美國叫TSMC 可是台積電在日本叫JAMC 然後在美國 在歐洲的話叫ESMC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今天他跟歐洲合作裡面有Porsche 因為台積電占70% Porsche占10% 然後英飛林跟恩智浦 各占10% 所以變成說你要去跟其他人合作 那你現在要招2000名的員工 可是你相對來講的話 他們現在說德國的一個 這個工時的一個限制 你不可以要求每一週都工作50個小時 如果以五天來計算一天10小時 這樣子算起來的話 如果以台灣的角度來講的話 10小時應該是我們的地板 可能是變成他們的天花板 對 現在的話 像這個OECD有在統計 2021年德國人的平均工時 是1349 就一個禮拜大概是1349個小時 但是金河組織 就OECD這邊 他說平均值是1716 但是你德國1349 美國是超過了1800 台灣更不用講 台灣應該是二字頭2000多了 所以美國這個 但是德國你看最近又從1349 又降到了1340 對 所以就變成是說 德國現在73%的德國人要求 每週工作4天而已 對 你4天如果再去除以 剛剛說50個小時的話 我都不知道怎麼算 但是只有8%的人願意減薪 所以歐洲整體來講 包含像包含德國 包含北歐 其實他們非常重視社會制度 對 所以這些東西 都會造成台積電 未來工作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說今天要延續 比如說9小時到10小時的話 會不會造成工會的一個影響 這點就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的話 像台商的一個會長 就開始有在受訪 說台積電去到那邊 剛開始當然是可以講英文 可是講到後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帶德文 因為他們基本上 保護的意識很強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台積電 在未來招工也好 或者是碰到的一些 工會的一個抵制也好的話 都要開始注意到的一些事情